悠悠我是魯特 一直以來其實有蠻多人陸陸續續私訊我說 還會不會有像之前那些一日遊的影片的 回過頭來想一想 的確也真的好久沒有來一趟一日的行程了 所以這次打算來一趟一日中山脈最深處 這一趟我們準備來去廬山部落群 今天算是出發的偏晚一些啦 大概到了早上的8點多才從台中出發 一早的天氣在從台中出發的時候 還是有點陰陰的 尤其是騎在中頭公路上 右手邊就是一大片的烏雲 直到下了中頭 左手邊才開始很勉強的看得到一點藍天 接到了台14線進入埔里之後 最近常常出現的純淨藍天 才終於開始出現在我眼前 進到埔里前的這段路真的是騎得非常的舒服 很愜意 遠方的山就好像被一片薄紗蓋住 只看得出來它的輪廓 加上平日的車流量也比較少 就這樣一路順順的騎進埔里 到了仁愛鄉的時候時間已經來到了接近11點 算時間偏晚 但是今天因為只有一個人出發 打算輕鬆騎 隨便逛 沒有目的也沒有什麼路線啊 連導航都沒有打開 只是循著自己印象中的路線 直直騎 今天比較特別 今天只有我一個人 出來走一走晃一晃 因為今天是個平日 真正在上班沒辦法跟我來 那我們現在人呢在台14線上 今天最主要的行程就是我們要去探個路 因為最近有點想要去廬山部落 跟廬山不一樣喔 是廬山部落 廬山部落在哪裡呢? 它被譽為是全台灣 在中央山脈最深處的一個部落 跟司馬庫斯還有正希寶好像是齊名的吧 所以對於說今天等一下我們準備要去的 前往的地點 我是還蠻期待的啦 然後今天啊算是一個一日遊 現在時間其實已經10點半 我比較晚出發一點啦 那今天是一個禮拜一 所以一路上呢其實車都還蠻少的 雖然說從台中過來車很少 可是一到台14線呢 這個車就開始多了起來 不知道等一下會騎多久 10點半 希望是OK啦好不好 然後今天這一趟呢 其實沒有安排太多的行程啦 甚至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會 兩天一夜 還是今天就回去了 不一定 所以我衣服還是帶著 充電器什麼還是帶著 等一下我們上去又看情況 如果時間太晚的話我們就租一天 那如果時間沒有太晚的話呢 我們就當天來回 我們今天就回台中 舒適愜意好不好 準備出發了 go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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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電腦 從普利出發之後 沿著台式日線 開始進入山區 之前很常拍一日遊的影片 拍久了自然會對於去的那些地方更好奇 漸漸的會想要在一個地方深度旅遊 而一日遊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辦法在一個地方待上太久 而要在有限的時間裡拍到自己滿意的畫面 真的是蠻不容易的 有多不容易呢? 大概就跟我們想要買到天梭的T-REX Moto GP一樣難 顏色由黑紅配色組成 完美的把賽車結構融入整支手錶之中 剎車盤造型的錶圈 賽車活塞引擎的計時按鈕 表面上精緻的碳纖維式片 與錶殼側面引擎散熱片凹槽的造型 每一個角度都看得出精湛的記憶 充滿吸引力的同時也令人著迷 最特別的是外包裝是有安全帽整頂包覆 就算擺在家裡也能成為騎士最愛的裝飾品 手錶的每一處細節 指哲恩的每一次跳動 都與賽車息息相關 讓人無時無刻都可以聯想到 MOTO GP賽場上 悸動的每一刻 所以之前因為時間還是會讓我覺得很可惜啦 久而久之一日遊系列影片也就越來越少了 就一直到了最近事情真的比較多 所以又找了一天的空檔 準備出發 一路順順的直到人質關 車流還是出現了 前面是兩台卡車 載著超大顆不知道是松樹還是什麼植物 我印象非常深刻 每過一個坑 每轉一個彎 樹上無數顆粒狀的物體 不知道是種子還是小樹枝啊 會用傻的往後方飄過來 整台卡車就像一隻飄移的松鼠 邊跑邊吊毛 尾巴搖搖晃晃的一路上山 恩...安全起見 還是離遠一點比較好啦 台十字線已經騎到我也很懶得去數 到底騎了幾遍了 同樣的大山大景看多了 景色說真的也就那樣 但是我覺得騎摩車出遊的魅力就是 無論昨天你騎了多長的里程 看了多美好的景色 每次重新跨上車那一瞬間 你還是會很期待今天以後即將發生的事情 還是會很期待有一天 可以騎著摩托車瞎跑的時候 就像我今天一樣 看著同樣的景色 心裡同樣的期待著 今天的美好 就這樣一路種子吃到飽 從人質觀一直嗑到了物色 我們也即將在這邊展開一次新冒險 所以先在路邊停下來 消化一下 台14線在經過物色之後 會來到了一個岔路口 分別是台14線還有台14甲 這邊呢在這邊從這邊左轉就是以往我們常去的武嶺 和歡山 那在這邊右轉呢 就是我們今天準備前往的目的地 盧山 盧山跟盧山部落是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呢我們還是要從盧山進去 所以我們等一下還是會先經過盧山啦 就是盧山 很有名溫泉那個有沒有 盧山溫泉 我們等一下還是會先經過 然後再切到合作產業道路 往靖關部落深入 那一路上呢 我看一下google的街景 應該是還不錯 應該是那個風景 view還蠻好的 然後路也夠爛 夠小條 聽說蠻陡的 我不確定 不過等等 我們就看情況 因為畢竟今天就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所以如果那個路真的太陡的話 我怕我一個人如果倒車的話 在裡面會抬不起來 所以我們今天是斟酌啦 畢竟就是探路嘛 對不對 等一下準備往靖關部落出發 以往過了霧社之後 我們都是接到台14甲 走著左邊的這條路 一路往清淨農場前進 而這一次我們則是要走著台14縣 往盧山出發 前進位於中央山脈最深處的部落 目前在台灣一共有三條橫貫公路 北橫 中橫 南橫 而其實在原本公路建設之初 規劃的橫貫公路 遠比想像中的還要多 從之前去的台14縣 霧台經阿里部落到台東北南 台18縣 新中橫公路 還有現在我們所行駛的這條台14縣 南投仁愛鄉到花蓮的秀林鄉 原本的規劃 都是可以直接穿越中央山脈 抵達東部的 可惜最後因為種種的原因 也只剩下目前三條橫貫公路了 而大家對過了霧社之後的台14縣 第一印象 應該就是鼎鼎大名的 廬山溫泉了 剛進入台14不到10分鐘 一路上就有好幾個 有著很好 展望的地點 這個佐水溪夾帶的這個吐司 震耐是非常多的 跟五介部落很像 整個河床全部都是砂石 砂石上面還有蠻多那種車側的痕跡的 所以這個應該是可以下去騎的吧 那邊有一個吊橋 也不是吊橋 反正那邊有一座橋 可是我應該是錯過那個路口了 所以這個橋應該是沒辦法騎到 這個不是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我們今天的目的地是在 合作產業道路 所以我們要繼續往下深入 好吧 繼續出發啦 這裡這個風景很讚 繼續往下走 一路上的好天氣 讓我感覺整個天空都是披上去的 高山在視野中左右搖擺 路況很好 如果不知道的話 根本不會把什麼山體滑落啦 被土石流掩埋啊 諸如此類的話想像在一起 而在前行的不到5分鐘 我們也來到了雲龍橋 現在我人在這個雲龍橋 那來到雲龍橋這座橋呢 就不得不說到 我們這個物色事件 這邊的賽德克族 對抗日軍的英勇事蹟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它是紅色的鋼鼓橋 那在以前呢 它其實是一座吊橋 那在那個物色事件爆發之後 莫娜魯道帶領它的族人 對抗日軍 在攻擊的那個好像是公學校之後吧 他們就是走了這座橋 橫跨過去之後呢 他就把這座吊橋截斷了 截斷了之後 日軍就過不去 雖然故事還是很悲慘的 就是賽德克族他們 最終還是輸了嘛 令人悲憤的故事 舊的雲龍橋 雲龍橋的前身 可是呢 它上面已經是寫雲龍橋了 那個吊橋呢 其實現在應該已經不在了啦 然後其實從這個舊的雲龍橋 對面呢 還有一個本康 有一個本康 大概在這邊 這個位置 雲龍橋是霧射通往庫山 必經的一座橋樑 舊橋的名稱叫 斯克鐵線橋 在霧射事件爆發之後 莫娜魯道為了阻擋日軍 便把當時的這座橋給他砍斷了 最後經過國民政府的重建 才把這座吊橋 修建為我們現在看到的紅色鋼拱橋 舊橋橋橋頭 目前也還屹立在這邊 其實我還蠻猶豫在這邊 到底要不要飛空拍機的 我覺得這個橋應該是蠻值得飛的 我好像沒有跟大家說過 就是我空拍機的電池呢 就是去蘭嶼的時候 GG了一顆 拿著它飛 飛的那時候那瞬間呢 怪怪的 因為我往前推的時候呢 它就給我一直往前 我往後想要停下來的時候呢 反應就是很遲鈍 飛完了之後 我把那顆電池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呢 已經腫成豬頭一樣了 就是整個電池已經膨脹了 所以我現在 目前的裝備呢 唉 只剩下兩顆空拍機電池 最近可能要再買 可能再買個三四顆電池來擋一下 因為我們之後可能就要去國外騎車了嘛 所以這個吊橋呢 我想我們還是先去 我們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地 合作產業道路 結束回程的之後 或者是明天的之後 我們再來飛這座橋 等下準備繼續出發 GOGO 最近空拍機的畫面變少了 原因是因為原本的三顆電池 其中有兩顆 因為已經使用了超過兩年了 所以目前都已經膨脹到電壓非常的不穩定 飛著飛著就會突然爆衝 或者是煞車停不下來 所以目前只能用僅存的一顆電池飛行 我自己是覺得蠻可惜的啦 因為在這麼美好的天氣下 很多地方其實我都蠻想要爆幹飛的 但是起飛之後還是會想到 等等應該還是會有更美的地方吧 所以最後就飛了別手別腳的 離開了雲龍橋 再往前騎不到10分鐘 我們也離庫山溫泉越來越近了 庫山溫泉在日式時期也被稱為富氏溫泉 目前則是被大家稱作是失落的秘境 自從新勒克颱風清洗了之後 庫山溫泉從此變元氣大傷 以往人潮滿滿的景象也就此消失了 直到今日 雖然在庫山中還是有著很多溫泉會館 不過也沒有以前繁華了 而今天要前往的庫山部落 地點則是與庫山溫泉 完全不在同一個地方 來到了台14與庫山溫泉的岔路 所以在這邊我們往左 繼續騎在台14線上 經過了溫泉區之後 台14線也在這邊變得越來越狹窄 林蔭也會逐漸覆蓋住整條道路 越往裡面騎 我就越覺得 好像是來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我不知道是今天天氣太好給我的錯覺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裡 超安靜超舒服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地方 然後一直好像有小狗在叫 繼續出發吧 在騎了將近40分鐘 我們也來到了今天最主要想騎的產業道路 合作產業道路 在這裡我們則是可以與清淨農場 互相相望 這就是我們等一下準備前往的地方 平靜部落 這一條呢 合作產業道路 頭不知道多少 頭80幾還頭... 頭...不知道 我現在來到了這個合作產業道路的入口了 然後在這個入口處呢 它有一個小貨櫃 這個貨櫃很像是我們那時候去蘭嶼 原本要搭的那個... 原本1290老舉白 要搭的那個貨櫃 小小的 不搭 我覺得這應該算是一個明顯的地標啦 因為那時候我看到街景的時候啊 街景上面這個貨櫃就在了 去年還前年的是這個貨櫃就已經在了 各位可以看到我身後風景 一覽無遺 一望無際 非常的美啊 清晉農場那個天空步道啊 應該就是在這邊 一長條東西盤踞在那個山頂 然後在過去我想 最高的7000可能在這邊吧 所以無理你的話啊 應該就是往這個方向進去 因為其實這個合作產業道路啊 如果一直騎一直騎 騎到出口 我記得它好像是可以通到那個淵峰啦 不是淵峰啦 就是... 欸好像也是淵峰 那邊叫什麼 有點... 其實有點忘記了 就是有一個管制站那邊 不過我覺得我們今天可能沒辦法騎到那邊 因為我在Google街景上面看到的那個路況 是... 是有點爛的 那最近因為又台風 前陣子又下暴雨 所以我想可能 說不定是有風的 整條路況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樣 也是要等我們出發之後 我們才知道 所以... 現在呢 我就很安靜的這邊耍個廢 而且重點是這裡 都沒有人超舒服的 連路上也都沒有人 真的超讚的 不像對面的這個台詞是假 一直塞車一直塞車 很煩 台14線到了這邊 可以與台14甲相望 地理位置上來看 以台14甲作為主線的話 合作產業道路的入口 剛好是在台14甲的東邊 而之前很常去的例行產業道路 則是在台14甲的西邊 例行 台14甲 合作產業道路 這三條公路 也剛好構築起了整個仁愛鄉 連接和歡山附近地區的三條縱貫公路 合作產業道路 準備出發 GOGO 這條合作產業道路 在出發之前 我先稍微看了一下街景圖 沿路的路況 基本上跟例行產業道路一樣 甚至某些是更破爛的路面 所以今天在出發的時候 也做好了心理準備 因為只有一個人 如果路況真的太差的話 還是不會硬要把它騎完啦 一開始的路況 比我想像中的好非常多 雖然位於貝陽處 氣溫比剛剛在台14線上還要低 以及這個不算太寬的路幅 會車是有些許難度的 但是這個看起來 像是剛剛重鋪過的柏油路面 還是讓我覺得合作產業道路 也沒有網路上說的 路況極差無比 那麼的遠離無名世界 甚至在剛進入了不到5分鐘 還會有老鷹的陪騎 頭85合作產業道路 全長大約是10公里 因為這裡連接了幾個原鄉部落 包含平靜、平河、德陸谷 以及在中央山脈最深處的靜觀部落 所以在這一路上 我們也會陸陸續續經過幾個部落 不過這次我並沒有把太多的心思放在部落裡面 反而是把注意力留在沿途的風景上 因為在這裡路邊就會有各種的小溪、瀑布 這裡有一條溪流 然後這個樹啊 非常的有意境 雖然這裡面很暗 有點像是叢蓮那種感覺 可是可以看到後面這裡呢 隱隱約約陽光穿透近的那個樹林之間 那這個殘殘吸水聲非常的悅 我記得在合作產業道路這條路上 他旁邊應該是有一個德陸谷瀑布吧 因為我們剛才經過了德陸灣部落了 所以我相信德陸谷瀑布應該 應該就會前面 騎到一半的時候 怎麼右邊有一條白色的東西在動 然後我想說停下來看一下 沒想到是一條小溪 非常的帥 這應該也算是一個小瀑布了吧 大概一公尺的瀑布 離開了這個高大約只有一公尺的小瀑布 往前騎了不到30秒 出現在我們眼前的 則是另外一個更大的瀑布 往前騎不到30秒 這個應該就是德陸谷 喔對對對他上面有寫 德陸谷瀑布 很高啊 可是 為什麼水有點小呢 走進去看一下 出現在我們眼前的 則是另外一個更大的瀑布 把車停好到走到這個瀑布的下方 只需要大概不到15秒 比較可惜的是因為現在正值苦水期 所以這個瀑布的流量還是偏小的 它的吸水不大 可能是因為最近這邊都沒有下雨吧 蠻高的 其實蠻高的 這邊還有 才是有點像是兩層的 從最上面滑下滑到這邊之後 然後再往下降 這應該要 在更接近夏天一點的時候來 會比較好 現在來水太小 小可惜 離開瀑布 接下來我們也正式抵達了今天的目的地 一個名字具有殘義的部落 靜觀部落 就好像在念佛經一樣 萬物靜觀皆自得 和外界聯繫 非常困難 你要先從埔里到霧社 再從霧社經過庫山之後 往深山進入 再從台四線接到合作產業道路 經歷了超過兩個小時 才能來到這裡 而即使這麼難抵達 這個部落群 卻也沒有遷徙到別處 所以仍然保有原始的生活方式 靜觀部落現在又稱作是合作村 海拔約在1400公尺 由浦西部落 沙都部落 與德陸灣部落 三個部落組成 這裡也是賽德克族 與泰魯閣族 共同的發源地 位於濁水溪的上游 具有濃厚的文化意義 而在我去了這麼多的部落之後 我發現 在很多部落中 基本上都可以看見教堂還有國小 而這兩個 分別代表著信仰與教育 是構成一個部落的基本要素 原本以為合作產業道路 應該是可以騎到有點爛路 不過最後全部都是平坦的柏油路面 所以這邊我決定 不照原路回程了 繼續往下探索 打算騎著靜觀翠峰聯絡道 一路從山谷底 騎往山的最高處 狗狗來了 靜觀部落 的 我已經從部落下來了 那這個部落呢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現在幾點 現在已經要兩點了 現在時間要冷靜嗎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可能就 這次部落沒有很深度 我就只是進去繞一繞 然後飛個空拍機 就這樣 那我覺得這裡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他們部落裡面真的超安靜 他們連小孩子的聲音都沒有 剛才騎在旁邊 明明感覺全部都是住家 但是還是非常的安靜 全部裡面就只有我最吵 他是在很多山的中間 那個凹陷的那個地方 可以看到呢 目前周圍的環境啊 給人的感覺就是 把我們全部封閉在了一個 群山環抱的一個這個地方 好不好 陳如剛才各位所看到呢 這個產業道路 其實還是有蠻多當地的居民在走的 因為今天我覺得這條路還好 沒有說到很很難 所以我決定呢 繼續呢往這個這個方向走 那走到最後會到翠峰 剛剛我好像講錯了 合作產業道路 最後會通道的地方 好像是翠峰管制站 不是淵峰管制站 原諒我說錯了 接下來我們等一下 就往這條路走上去 剛剛一路過來 全部都是柏油路 不過這邊上去 可能路況應該是會稍差一點 然後比較陡一點 接下來 靜觀翠峰聯絡道 出發 Go Go 因應接下來的這個 小條到 比原本還要更小條的路呢 所以我開始導航了 8.5公里會到翠峰 用時26分鐘 這樣看起來好像 這樣看起來啊 好像比我想像中的 應該是沒有那麼難走 8.5公里 往右 往右 一路上都一直往右 OK Anyway 等一下就 有什麼問題就交給Google導航 我們看我們2點半能不能到 回到台14線上 因為肚子已經有點餓了 而離開部落了之後 柏油路當然就隨之消失了 一開始就是有點探險風味的水泥鋪裝路面 起到這裡 心裡只想著一句話 嗯 這才是我要的靜觀部落嘛 從桌水溪上游一路開始爬升 髮夾彎很多 坡度也很陡 但是風景真的 非常美 在出發了大概5分鐘 我也來到了可以同時看見 靜觀上部落 與下部落 的山坡上 這裡很像是爛路版的南山部落 山坡上種植著很多高冷蔬菜 到了這裡的時間 剛好在灑水 我想這裡的農民 應該都是真男人啊 因為灑水 也是灑得非常瀟灑的 X這個都會直接灑下來 XX 景觀獨一無二 汽車我覺得應該也是開得進來的 只是 會沒有辦法會車 所以如果有想要來這邊的朋友們 盡量還是騎摩托車會比較方便 沿路的狀況其實也沒有特別爛的路 我覺得讓我比較壓抑的是 來到了這條產業道路的最末段 視野非常遼闊 景色真的非常的迷人 整段路段手機也都有訊號 那一整個下午 我在這條路上 除了一台當地居民開的貨車 剩下的 一個人都沒有遇到 那一種一個人身處深山的興奮感 但是還是有著手機訊號的安全感 也讓我覺得這條路 一個人來也很適合 比較可惜的一點 要不是這裡真的太偏僻了 過了這個村 後面不知道還有沒有那個店 不然我應該會直接選擇住一晚吧 涼爽的微風 帶著高山淋木的清新 垂露安全帽 越騎 心情真的越舒爽 比較需要注意的 大概就是這最後一個岔路口 兩邊的路標都標示著 可以通往翠峰 所以在這裡還是拿起了手機看了一下導航 往左前進 迎接最後一段的搏油路 最後從金冠部落出發 再騎了不到30分鐘 我終於接到了台四甲線的翠峰管制站 看到台四甲的當下 心情其實有點不太好啦 因為真的是騎了不太過癮 路程偏短 加上路況偏好 有一種不甘心的甘心 這一趟從早上的10點 一路騎到下午的4點多接近5點 跟以前比起來的時間偏短 但是一路上的風景 視野真的是數一數二的讚 很值得我們特地前往 下次我想 我應該會找個兩天一夜的時間 直接到附近的民宿過一夜 順便更深入 這個位在中央山脈最深處的 原鄉部落 作詞? 期望 高名路 調桜 調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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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